孟昕这孩子呀 对园艺对盆栽也特别感兴趣 也略懂一二 您看是不是有机会让他历练历练 让他给你打理打理花园 哎呀你的心思我知道 不可谓不用心良苦啊 我正是求之不得呢 哎我们家后花园都快成砸草地了 真的那就这么说定了 人呐 人呐 他可能是把龙王堵吃了 少给我来这一套 稍等等 我发现王彪 你跟你手下没一个靠谱的啊 还懒这么一大摊子事 别动 你听我说 你今天真的不好意思 你说手下人办事就 不不不 王总要不你等 你告诉你啊 你们俩少在我面前演戏 赶紧去办 啊 张董事长 啊 张董事长 陈院长让我过来帮你们打理后花园 呃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孟昕 从小在福利院长的 我记起来了 陈院长经常给我提醒你 嗯 罗汉松 喜欢温暖湿润半音的环境 放在这个位置是不对的 哦 这件事你要不给我满意答案 百胡这些案子你别做了 听见没有 是 刘总 进去吧 咱别生气了 进去吧 看你们就烦 大为 李大为 呦 这不是大美女王希吗 有一个人 他喜欢罗汉松喜欢了一辈子 因为罗汉松代表长寿 可是他一辈子 确实如此短暂 您说的该不会是 秦海集团的前董事长 汪百川先生吧 你知道汪百川 他是我们百胡这座城市的传奇 我也是听说他是退伍军人 从石油工人模范到改革开放自主创业 成为了八十年代的商业传奇 而后又单枪匹马地开创了自己的环保科技水处理公司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阳光福利院每年都会收到秦海集团的资金和物质上的帮助 所以秦海集团的历史 陈院长每年都会讲给我们听 原来是陈院长啊 我说呢 像你们这么小的姑娘 是不会知道这些陈年往事的 我们陈院长还说了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我们一定要感激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 陈院长还真是一个有心的人 像我们这些孤儿并不是一出生就是孤儿 那是因为许许多多方面的事 我们才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我大学里有一位同学 他妈妈被他的同事害死了 后来他妈妈的同事霸占了他的爸爸 可后来把他爸爸也害死了 还把我同学赶出了家门 向董事长 您说 这个继母有多坏啊 看到你 我就会想起一个小姑娘 她也应该像你现在一样的模样的 谁啊 你不认识 我说的是个小女孩 离开我已经十二年了 十二年 但愿时间能抚平她内心的伤痛 看不 不提这些了 向董事长 请喝茶 我觉得她虽然不见得有你乖巧 但是一定会和你一样的善良董事 您说的是 你看我啊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了 总是喜欢回忆过去 有时候经常还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见谅啊 对了 向董事长 我一会儿要去市区送花就不打扰了 好 我已经走了两年多了 这两个家的事 哪一件不是你管的 要是咱俩能在一块儿 这工作上也方便 再者说 也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 你说呢 行了 行了 这事你就别降了 我说了算 好 孟晨 快点 起床了 姐跟你说个事 八点钟 龙凤街四十三号 老刘那儿的四十斤龙虾 你给她送过去啊 姐现在给客户送花去了 走了 姐 你用得着这么拼命啊 记得吃早饭啊 快点 快点 那走了 让你别这么拼命 能不拼命吗 我们养殖员现在刚刚做出点成绩来 而且农户那边的口碑也慢慢上来了 你想啊 我们现在有花卉 鱼塘 又接了个百胡之巅的案子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是有家底的了 对不对 你就别这么累了 你这身体也吃不消啊 有家底 在外人眼里看来 我们一年的时间里 就做了这么多东西 其实啊 这进出资金有多少 咱俩最清楚 好好好 瞧你那苦大仇深的样 来 你最喜欢的豆沙面包 孟晨 别太感动了 谁让我上辈子欠你的呀 什么呀 我是想说 把那玉面看好了啊 是 我上辈子是真欠你的 我走了 最安全 谢谢 小心点 昨天那两妞 是你们谁约的 李总 是你们谁约的 昨天是这样的 是你约的吗 他 不不不 不是 不是我 不是你就给我闭嘴 李总啊 昨天是我约的 是您约的 你觉得特有脸是吗 你觉得特荣幸是吗 你觉得我被俩女人放了鸽子 觉得特可笑啊 我被俩妞放了鸽子 可笑吗 可笑 小喵喵啊 你们快点长大吧 你们长大了姐姐我才可以解放啊 想解放啊 除非你姐转了性子 哪阵风把你吹来了呀 我这不是来看看你吗 少来啊 看我姐就看我姐 她送货去了 刚走 你现在这还来得及 我真的就是来看看你啊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 我先来这边 我先来一遍 一遍 我先来这边 我先来一遍 我先来喝酒